在拿下北斗涅茨克以后 利西昌斯克被认为是俄罗斯军队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城市 据俄罗斯塔斯社26日报道 目前有约1万到1.2万名乌克兰方面的军人 聚守利西昌斯克级周边地区 卢干斯克内政部助理部长维塔利·机械列夫周日称 利西昌斯克市内已有交战发生 有约1万到1.2万名乌克兰方面的军人 聚守利西昌斯克级周边地区 包括雇佣军所谓的自愿营、民俗主义营等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·克纳神科夫曾宣布 俄军战机、导弹以及炮火袭击了利西昌斯克机交合四个弹药库 俄罗斯方面的武装部队已从南部封锁该市 北斗涅茨克现在虽然被俄军基本控制 但机械列夫也表示 北斗涅茨克的工业区尚未完全清理完毕 该市仍有来自乌克兰的武装分子 人数有一千余人 人数一千余人